改变它的结构了 所以我这个打出去是什么 是这样子打 这样打 这样打 怎么样 这样子打 打出来 它这边变了 我就可以摔它 这样不懂 这是侧 这是侧 侧面的 对不对 那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是这样 我是这样打 我如果抓 抓到这个手 我如果抓到这个手 我这个胯 它这一打 你人是往这边倾的 往这边倾 我一打我就可以摔 所以你要 你看打出去是这样子 打出去是这样子 我的人是正的 是胯出去 有没有 这样子 胯出去 你的髋关节的活动度要够 对 这个活动度要大 活动度要大 你的线度就在这了 我的腿跟他的腿 我的线度就在这了 腿不能动了 两个人的腿都贴到 是不是 两个人的腿都贴到 我用胯 一打 它删掉 是不是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一贴到 啪 一打 有没有 所以你不能去这样动 你不能这样动 你必须要 啪 我就是胯动 我就是胯动 就是胯动 胯动 那这个是要什么 胯管节要 你是不是一打中 一定会打到下来往上走 对 因为你这是 这是你的 背 背 对 是不是 我把你的背 把它打歪 那你上下都散掉了 那整个力量就是一个往上 一个往上 对 对 对 所以跨打很重 但是你要 这个你要会啊 真的很很沉 对 胆似器啊 但是 碰到的感觉 就是整个力量 对 因为这里的力量 这里是最大的力量 这里的力量大 好 所以很多的东西 在贴身 贴身打法的时候 你都要能够这样子局部动 你都要这样子局部动才有用 因为你中间已经没有空空空空间了 知道吗 你中间没有空空空间了 肩肩膀 你们要练 假如说两个人抱抱一起了 我们两个都没空空间了 可是我的肩膀 我的肩膀可以做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赢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两个都不能动 就在这边挤 挤嘛 可是我的肩膀 我可以做这样子的活动 活动的时候 我可以做这样活动 我是不是就把你打了 我把你打开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任何地方 我的肩膀在这里 我这样子 两个人抱一起 我这个肩 我这个肩膀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这样打 我可以做这样打 是不是 贴紧的情况下 好 好 贴紧的情况下 我这个肩膀 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这样打 有没有 真的 是不是这样子 是 你要这个样子 你才可以 贴身的时候 你才可以打出 打出对你有利的空间来 否则两个人都在这边贴到 两个人都贴到 都在这边 都是整体的 都不会动 两个人的空间 就这个样子 但是我在这边呢 我上面可以动 我下面可以动 我都可以 都可以 打出来一个 我需要的空间 看到没有 看到吗 所以肩跟胯很重要 我们练胯跟胆是下盘 下盘 一定要练 跨跟胆的力量 跟活动度 一定要练 再来就是肩 就是肩走 所以你的肩的运用 除了活以外 可以力量 我的局 我局部用 是不是 我的肩膀局部用 我可以挑 一般讲 练拳 你不可以挑肩 可是往上也是一个肩的活动 是不是 所以你也要会 你也要会 他的拳打我头 你打我头 我的手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时间上来 所以你要会 这个肩 这个肩 肩一上来 就保护到你的头 手 手走 手走就到了 手走到我 手就到了 那个启动点是在这边 因为什么 因为很近 因为很近 是不是这样子 你在我不察觉的情况下 你打我 感觉到 就算碰到我耳朵了 我忽然之间感觉到 怎么办 我这个一一头 我的头一一 这个力量上来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关节 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说不要动 这个不要动 那个不要动 你才能去开发其他的角度 所以左边不要动 来开发右边 然后右边不要动 开发左边 上面不要动 开发下面 整个开发了以后 你整个方向你都会用 这样子才行 到用的时候 就没有限制 练的时候是有限制 这是练跟用的差别 好的吗 所以练跟用 我一直讲练跟用是两回事情 很多人在说练用合一 那个是下一个阶段 还没资格讲练用合一 因为你在练的要领是在限制下 你才练 在限制下 比方讲拳击的 它有的是腿上面绑 腿上绑的绳子 弹性绳 你就只能这么宽 是不是这样子 你不管怎么走 你就只能这样宽 它限制到你的部分 在限制之下 你才能训练出来 那个规矩 要懂吗 拳一定是 一定是这个样子 训练一定是 像我们 你刚才练 我说不要站 不要站 不要站起来 你在往前移动的时候 后腿要往后 不能推到膝盖去 膝盖不能有力量 这是限制 限制你用膝盖 你才会用跨 这是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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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用的时候 你的跨 如果已经练开了 力量练出来 你在用的时候 谁管你 我在用的时候 我是一整条腿的力量出去的 你就不用管了 所以练跟用的差别 就是练是在限制下来做动作 用是没有限制 可是你要先在限制下面去练 你在没有限制的时候 你才能运用的东西才多 要懂吗 要懂吗 啊